對於一位又是你的對手演員 又是製作人 你們對辛茹的看法如何 換成現在 因為我這次應該最主要都是跟辛茹這邊對戲 那我覺得 辛茹她在現場其實她不會要求你 要怎麼去表現 她就讓你即興的發揮 那我覺得其實跟辛茹對戲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 其實對於我來講我很輕鬆 因為我只要直接就順著辛茹她丟給我的情緒 我去表現就好 表現出來 那其實我在那時候 在現場我有跟辛茹說 我說如果她覺得我有哪裡表現的覺得不OK 請她直接跟我講 直接告訴我 直接做調整 其實她會說 那現在很好啊 你就照你的感覺去表現就好 很給演員空間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表現出來 在整個的表現上面會更自然 嗯 那君主覺得 我這一次其實 很多次了 那這一次在我的媽媽 倒是第一次跟她沒有對手 沒有 坐隔壁然後是 你是你的面 我是我的面 我是幻想出來的 就只有一場那個日本料理店 基本上我們沒有對戲 因為其實之前 就已經拍過辛茹姐的戲 那她也都一直都是單元自己人的角色 是 她不太會 對她真的不太去局限 我們在現場比較多時間都在聊天 就是她會讓你很輕鬆 她不會真的用一個很嚴格的態度去跟你研究說 我們等一下那個戲怎麼樣 我覺得你要怎麼樣 倒不會 她會讓她的合作的演員都很輕鬆 很輕鬆 來 英軒呢 對手機最多的了 對 但應該這樣講 他們講的都完全完全把我心聲說出來 那因為實際上真的在工作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緊張在想說 應該怎麼樣來工作表現 那從化妝開始 她就都很自在 她也很自在 然後閒聊啊 然後這樣 嗯 好 都很自在 那應該就很輕鬆囉 然後結果後來就開始拍的時候 就 一切都很輕鬆 而且她好像都已經隨時準備好 就在角色狀態裡面 所以直接工作的時候 直接工作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是她本人吧 欸 性格其實有一點像我本人的 我覺得裡面的性格其實 這個角色的性格 對 除了被包養之外 其實還蠻像我本身 因為我比較男生的性格 然後不會這麼 就比較不拘小姐